佛对一切众生教学 教什么呢 不是随佛的意思 随众生的意思 你喜欢学什么 他就教你什么 让你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这是佛教化众生的手段 你需要什么 我就教你什么 那么现在的 第一个要什么 要钱 你看吴教授上次来告诉我们 他有个修审的家长 告诉他 我的孩子 缺德没关系 不能缺钱 那么这种心理 这种看法 非常普遍 却不是这一个家长 这个家长代表这一类人 现在在全世界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教他了 你不是要钱吗 身材有大道啊 什么道呢 不是 越是越多啊 这个方法 我跟张家大师 那个三年 大师就教我这个 我不贪钱 我没有钱 但是我也不想要钱 每一天能吃饱 穿的 有个小房子 这笔风雨 我就非常满足了 我没有贪心 红法这么多年来 同修门的供养 我没有制产业 我依旧 我依旧没有到场 这些供养做什么呢 做财不识 发不识 无微不识 真的呀 越识越多 越多越识啊 好识 天天快乐 不要去求 他自己送来 这没办法了 要替他做好识 古人说的话 说得好 多识不如少识 少识不如无识 无识最好啊 我说了好多好多识 希望大家不要送钱给我 我无识 这最快乐 那送来了 有时候他说 我这个要印金 我这个要做慈善 我就替他做 他不说 不说我都去想的 替他怎么做法 出家人如是 在家人不例外呀 胡夏邻居是 经营一个企业 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他 不是 经营生意 是佛物众生 不是为赚钱 江本求利 中国古时候商人 有商道啊 商道取利 取多少呢 奢分之业 就是你能赚的 我十块钱本钱 我赚一块钱 这就有道啊 我十块赚五块 过分了一点 还行 十块赚十块 现在十块赚一百块 还不行 十块要赚一万块 都不像话了 这偏力了要上到啊 有没有能得来的 也有 有还是命中有的 但是用的手段 错误了 用心不善 他所得来的 跟他命中有的 已经亏欠了 打折扣了 那命中有 一百亿个亿 现在得到五十个亿 觉得自己很有本事 用不正当手段 得来 他不知道 他命中有 一百亿个亿 现在打对折了 如果他懂得不失 他命中会增长 一百个亿 会长到两百个亿 真的一点都不讲了 现在这个道理 没人讲了 很多搞金融的 都想偏了 都讲外了 佛菩萨要经上 大上主啊 今天讲的 大企业家了 他会做得非常如法 自己得利 天下人都得利 自己有这么享受 天下人 跟我一样享受 天下人还没有得到 我决定不敢 这是道啊 发布施 的聪明智慧 无微布施的健康成熟 你修这三种 这三种果报 自然 显现 这个道理 讲个人听 谁相信 不敢相信 我的钱 好不容易转来 你叫我布施 那我转去 想干什么 他要累积 日多又好 累积 佛说了 急财 丧道 不是好 财 财 多了 道没有了 道没有了 什么意思 罪有了 道没有了 罪 上身 你造罪 为什么你造罪 你腾起那么多钱 这世界上有很多苦人 吃不到饭 穿不到异地 在生死边缘上 你有钱不去救济他 不去帮助他 这就叫造罪业 所以 有就是 不要怕 没有了 只有 越湿 越多 不会说湿了之后 就没有了 不可能 完了 我 没了 我 我 我 没有 有